好 欢迎收看清血八卫片赞助播出的百姓315 我是舒凡 清血八卫片专制血液粘稠 预防心梗 脑梗 首先我们来关注守护者联盟板块 节目一开始啊 我们跟随民警去抓捕现场看一看 有一位手脸被民警们盯了很久了 咋回事呢 画面上的这一幕发生在郑州市二七区环河路与交通路交叉口 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的民警正在进行抓捕行动 原来 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近期接连接到群众手机被盗的报案电话 根据案发现场及周边的视频监控 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剑中街派出所副所长聂昌龙将目标锁定到了一位 经常在交通路龙海路附近出现的中年男子身上 为了尽快将嫌疑人抓获 追回辖区群众的残务损失 聂昌龙带领一组民警换上便衣 在案件一发路段巡逻的同时 又安排一组民警在单位查看路面监控 为了尽快将嫌疑人姚某抓获归案 聂昌龙立即带领民警郭军奇赶到了现场 锁定嫌疑人后 为避免打草惊蛇 编医民警从不同方位进行包抄 最终将正准备再次实施盗窃行为的嫌疑人姚某抓获 刚开始嫌疑人姚某还试图抵赖 但在证据面前 终于承认自己的盗窃行为 莫伸手 伸手必被捉 目前有关姚某盗窃的案件 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给这个发展粉丝 创造客送自己 避免打连财团行事 舒凡也是再次提醒大家 出门在外 一定要看光好自身的财物 这时不时的呀 您看看手机啊 钱包啊还在不在 一旦发现被盗了 可以及时寻求民警的帮助 好 我们来接着往下看 一双阿迪达斯的运动鞋 卖150块钱 各位朋友们猜一猜了 这到底是正品还是假冒的呢 猜不到没关系啊 咱们跟随民警去看看 您就知道了 画面上的这一幕 发生在郑州市27区 德华步行街 以售卖运动类服饰的店铺内 被戴上手铐的男子 则是该店的一名店员 最近在公安机关夏季治安打击整治 白日行动中 郑州市公安局27分局 食药环犯罪侦查大队经过长期侦查 发现该店铺存在销售假冒知名品牌商品的行为 随后组织近30余名民警 对该团伙进行集中收网 现场抓获涉案人员7名 查获销售店面2处 储存仓库一处 面对民警的询问 该店老板刘某及6名店员 对其售卖假冒知名品牌商品的行为 供认不讳 目前该案涉案人员均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至此这个盘踞在郑州27德化步行街的销售假冒知名品牌商品的犯罪团伙 被一举打掉 母线案件正在进行办理中 在此我提醒消费者购买致命品牌物品的时候 一定要到正轨场所正轨地点正轨商店购买 不要弹兔 低价格买到搞房的一些品牌 真的要为咱们的民警同志叫一声好了 这样的支甲受甲不仅是涉嫌违规 还欺骗了咱们的消费者 所以在这也是提醒大家 购买东西的时候 咱们一定要到正规的门店 可不能马虎大意 这有的时候自身的权益会受到损害 那说到马虎大意 下面这位可真马虎 电动车丢了 他都不知道呢 12号晚上吧 11号12号晚上我记得 我说陪伙我们还去 刚到医院吧 车子搁到医院门口 我去里面陪伙了 因为在晚上打着睡觉嘛要的 早上8点多 一下8点5分吧 那个警官打我电话 车子丢了 我说不会吧 车子车被抓 站往上 两点多吧 通讯车子被抓到了 我说连报案都没了 车子找到了还不知道丢了呢 那不知道了 就是不知道丢了呢 焦先生说 他自己都没发现电动车丢了 也压根儿没报案 民警居然这么快 就抓到了偷车人张某 白日行动期间 根据市分局的行动部署 我们分别对这个 电动车搞罚 案件搞罚的地方 晚上进行假象巡逻 在四大号晚上 凌晨两点钟的时候 这个先任长文舵 行为比较可以 见完民警之后 他都逆行要跑 到我们接上他之后 让他界定之后 看到这个电动车 这个前面这个线 已经有这个被交过的痕迹 是不是 在经过我们公安系统的这个查询 他处于这个 被导写前壳 后面我们根据这电动车的 这个车架上 点击上 查找到这个 丢了人 从电动车被盗 到抓到嫌疑人 前后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而破案速度如此之快 也与郑州市开展的 百日行动是分不开的 武力宝派所自开展这个下级之案 打击整治百日行动以来 以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为载体 依托民府警 社会面宗旨力量 开展巡逻防控 重点侦破 盗抢 骗等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案件 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效 自这个2022年6月份以来 共打击处理各类犯罪嫌疑人40余人 挽回群众财产损失30余万元 其中侦破盗窃电动车案件10余起 共计发还群众电动车近20辆 9月22号商务失点 郑州市公安局27分局无理宝派出所 举行了被盗抢电动车发还仪式 郑先生同其他几位丢失电动车的施主一起 将自己的电动车认领了回去 同时民警也提醒大家 电动车停放后一定要落大锁 在此呢 这个无理宝派出所也提醒大家 一定要将电动车 停放在有人看管的小区停车场 停车落锁 尤其不要在夜间将车辆随意停放在路边 不要给犯罪嫌疑人以可乘之机 在此也就是告窃 这些妄想妄图这种不劳而获 这些犯罪嫌疑人 违法犯罪嫌疑人 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是啊 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那么下面有两个盗窃电动车的人 还没等民警行动呢 自己找上门来了 后来在查看派出门口的检控录像时候 发现连个名嫌疑人 两个人一直还在整治 近日在郑州市公安局 二期分局建中街派出所 有两名男子在门口犹豫不决 最后又一起走进了派出所 刚一进派出所 两名男子就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两位男子承认 他们曾在该辖区盗窃电动车 之前也因多次盗窃电动车 被公安机关抓捕 而就在前不久 两人又再次作案 侯某告诉民警 由于白日行动的开展 他们每天都担心被抓 由于实在承受不住巨大的心理压力 于是选择了自首 之后两人也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正在如是供说您的这个饭罪事实 是 好 您给这个冯雅王在哪儿咋去吃 我和冯雅王 属于门口发销 大销一块长大 一块块 您这个头电动车是在哪里头的 是在龙海路金刚的一个驾驶员 在一个车缝里 4点钟吧 好像是 为啥有的这个事件点案这个作案呢 这个时候感觉不是认识号比较完全 随后侯某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并且表示 在这次接受处理之后 一定要重新做人 在这儿真要为咱们的白日行动点个赞了 正是咱们公安民警同志的辛苦付出 才守护了老百姓的安全 也让我们时刻的感受到 身边有公安 这心中啊 有平安 好的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百姓315 首先呢 我们来帮忙 一位新近的宝妈打来了求助电话 说现在啊 急需帮助 哎呦 这是遇到了啥难事了 看看去 画面中这位正在哭泣的李女士来自河南商丘 上个月刚做母亲 但是孩子刚出生就面临着母女分离 李女士已经十多天没有见过孩子了 李女士告诉我们孩子是早产儿 因此刚出生就送去了重症监护室 现在孩子刚刚好转 在老家交由婆婆照顾 那么孩子为什么会早产呢 李女士又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见到孩子呢 原来李女士在怀孕之后出现了多种不适情况 加之查出自己心脏有问题 才不得不抛妇产 为了治病 李女士必须暂时和孩子分开 因为我现在回不了家就是我感觉特别对不起了 你平时都是你照顾她是吧 对对对对 连上午下午都有失业 还有晚上还有 过几天还要做这个全身检查 由于患病 李女士和丈夫都无法外出工作 而面对十几万的医疗费用 她们也很为难 你媳妇现在治病的话大概是需要多少钱 十五万 最多十到十五万 十到十五万 那你们现在的经济情况呢 经济情况现在 我今天就没干到活 今天 我们在商修区院呢 已经花了六七万了 已经没钱了 现在 我是95年了 年纪轻轻的又得了这个病 我还是希望能把这个病治好 因为我也想 我也想活着 或许呢 李女士这份为人父母的喜悦 还没有充分地感受到 就要面对病痛的考验 其实想一想 这又何止不是对这个家庭的考验呢 我们也是希望爱心人士 能够伸出援手 我们一起帮助这个家庭 共度难关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郑州的陈阿姨啊 也遇到了麻烦事 啥事呢 这儿子啊 要结婚了 本来应该很开心 结果呢 酒水出现了岔子 哎呦 这一家人着急得很啊 赶紧去看看 郑州的陈阿姨反映啊 自己的孩子这个 马上要结婚了 本来是个高兴的事 现在他却高兴不起来 这到底遇见了什么情况呢 我儿子准备办婚宴 我老公在外面不知情况下 从家的危险 然后通过快递游过来 从贵州游过来这种酒 我们压了十千 陈阿姨表示 她老公总共花了四千五百元 从一个不认识的人手里 买来了十箱 共计六十瓶标注着 贵州茅台镇的酒 由于没见过这种酒 她现在对此很是担心 好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这个阿姨这个婚宴的东西 基本上都已经背齐了 这边是她那个买的那个 十箱那个酒 这上面都是这个 贵州茅台镇这个牌子 说实话 这个酒我是没有见过 我看你这酒 你的酒上面有个二文码 我扫一下看看 能不能得到什么 有用的信息 哦 喜酒 酱香型白酒 香果统一领受价 588万元每瓶 这个酒你买的七十五块钱就行 这个信息不太对称 阿姨就这个酒的话 我打开发现里面 没有这个合格证 孩子们都不动了 他都不让用 现在这四千五百块钱 只要讨的质 我心里高兴 但是就是现在这酒不确定 这就是人了的 喝不敢喝 放到这甜甜心里 气里睡不住 它那个酒瓶里面 我没有见到这个产品的合格证 但是它这个箱子里面 箱子里面包括这个 包括这个外包装上 也没有这个产品 这个合格证明 根据我国产品质量法 和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 生产销售食品类相关产品 必须有产品质量检验 合格证明 以及食品安全生产许可证明 为何陈阿姨的老公买的这些酒 没有相关的标志呢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 记得随后联系了当初负责销售这些酒的郭女士 这个酒 咱是自己生产的吗 还是咱那边有公司 还是做 就是我们自己生产的 自己生产的 咱是生产厂家是吧 对啊 那这个酒是 咱能不能 就是保证是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包括那个生产包包 或者是 销售方郭女士表示 他们生产的酒没有问题 随后提供了一些该产品的质量检测报告 但是依旧没有提供相关的合格证明 和食品安全生产许可证 本身我们的酒又没有什么问题 他自己当时也是自己要订的 对吧 我们也专门为他去订制这个酒 他退了 别人也用不了呀 然而记者却发现 这些酒早在一年以前就已经生产出来了 而陈阿姨的老公是在今年9月份临时订制的 今年定制的酒 为何早在一年前就生产出来了呢 随后记者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了此事 那不管是酒还是公演品 他在保证里面是硬的又合国证 家族你欢迎这个东西来 你就是给贵州说人欢迎猫拆镇的 市场监管部门先去得练习 那是他这个品牌上 有没有他表度的这个仓 有没有注册信息 按照郑州市二期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的建议 记者随后联系了贵州省消费者投诉中心 贵州省仁淮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回复表示 目前已经就此事做出初步调查 我刚刚查了他的公司 他的确没有生产机制的一个公司 然后他也许是贴牌 所以说我们要调查一下 他们是不是合格 如果是真的是不合格在前面的话 市场监管部门会怎么处理 我们要根据案情的案情来进行一个处理的 行政出发 然后杜错他呀 要求他整改呀 这些 干净何时清楚给陈女士一个交代吧 当然了也不得不再次提醒各位朋友 这网购虽然说方便 但是更要谨慎 毕竟这看不见摸不着的 如果说您要购买一些贵重的物品 还是要到正规的店铺 以免被不法分子钻了空 好的 广告回来 我们接着来帮忙 小兰说自己因为一种皮肤病 很自卑 很难过 甚至是无法跟同学们一起上课 看到别的同学能去上学 哎呦 羡慕得不得了 我们去帮帮她 正值开学之际 本该开开心心去上学的小兰 却因为身患白电风 只能在医院的病房里 看着别的同学去上课 这使得小兰非常的难过 就是17年的时候 我奶奶给我洗头的时候 发现后面白了一块 然后就开始给我妈打电话 我妈就带我去县城医院看 然后一照就知道这是白电风 到处找医生 到处打听 就是哪个又看这个病了 是吧 给影啊 哪个都去 也都没有效果 就是当时得了这个病 那些同学都说这个病传染 就开始远离我 然后就特别自卑 就是下课也不敢出去 就一直待在班里 不和别人交流 据了解 小兰是在2017年 患上白电风这个疾病的 当时她的妈妈 带着她四处求医 但是情况一直没有好转 后来经朋友介绍 他们得知了这家 华夏白电风医院 来到之后 也积极地配合治疗 情况也有了很大的好转 但是事不尽人意 我以前17年切了一回 19年3月份又切一回 未窜切 把她都耽搁了 也没来给她治疗 当中两年多 有时候也感觉她对不起来 她没有过治疗 但是她身体变好了 我觉得反正身体变好就行 孩子得着这个病嘛 也挺花钱的 后来我一动手术 她觉得没有希望了 就跑了 小兰的母亲告诉我们 她们家的经济来源 主要是靠她大女儿 微薄的工资 经济状况非常困难 后来郑州华夏白电风医院 得知这个情况并核实之后 联合郑州慈善基金总会 为她们援助了 6000元的抗白基金 帮助她们渡过了难关 因为她们母女俩 还一直在我这儿做治疗 然后她们家的情况我也清楚 正好咱们医院联合 这个郑州市慈善总会 有这个联合救助的一个机会 我给孩子就争取到一个 6000块钱的一个援助基金 这样的话孩子在她 谈暑假或者是后期 抗复发的时候都能够用上 目前小兰正在郑州华夏白电风医院 积极地配合治疗 情况也有了很大的好转 同时为了大家的健康 医生也有一些建议给大家 早期白电风就是刚发病的时候 并不是说用肉眼能看到 很雌白的一个症状 它早期会出现一个蛋白色 边界线不清楚 出现云雾状 像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您有家族史 或者家里有些人得这个病症 您就要注意了 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进行 专业的去检查 因为现在随着这些 医学技术的一个提高 白电风并不是不治之症的 一定要积极乐观地去对待 平时要注意太阳光的一个暴赛 可以多吃一些黑米 黑豆 黑芝麻 这些黑色食品